零下真正的草藥之王 野生资源珍贵稀缺难寻找 农村人俗称为矮地茶、矮茶 传草可采收当作凉茶 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一种与废致有关的植物 民间常用中草藥用途能够帮助不少人 常在山中零下寻找的人 遇见这种植物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 一般只有在零下我们才能够找到 植物学名叫紫金牛 它为爆棕花科紫金牛鼠 多年生小灌木 植株型的特征 植株矮小 精植粒上部分有多分支 叶子对生或人生 叶片植圆形或植圆状稻软形 叶子边缘有绵型的尺状 花期在每年五到六份 花瓣一般是粉红色或白色 果期在每年的秋冬季节 果实成熟 紫红色转至黑色 进球形 地下根筋 紫红色须根发达 具有匍匐金 植物因其根筋 叶背面 果实 均为紫红色 药效贵如金牛 故此得名紫金牛 紫金牛野生之源 主要分布在南方多省 其温暖潮湿气候 肥沃疏松富含腐质性的砂质涂涂润 一般生长最多 在林下或是竹林下 都能够发现成大片生长 紫金牛 植物的用途与价值 多个地方对它的别称 根据植物一些特征 来给它命名 叶子设计长青 又管它叫小青 植树矮小 可当作凉长 又命名矮长 矮地长 常在山坡林下或竹林下 才能找到 又叫它不出林 紫金牛作为林下或盆栽观赏 果实繁多 鲜红可爱 经久不落 也是备受大家的喜爱 农村老人或茶药人 遇见紫金牛 常常把它采回去当作凉茶 大家是否知道这个妙用 可在专业课方面了解更多 懂它能评论区可互相交流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